我永远都忘不了 十八年前的那个遗业 我的命运被彻底改写 爸 妈 女儿回来了 可是这个林小姐说 她有一份大力要送你 那天所发生的事情 估计很快就能真相打败了 你不觉得自从出现这林宝儿 我以后简直连贺证 却没太平衡了 从明天开始 给我盯紧我的领导本 这就是你逍遥的 你们二的身份 到底差到多少 别着急呀 等着看好戏吧 这种深情的戏吗 你怎么还眼上瘾呢 朱光文你是不是疯了 对我就是疯了 我天爷为什么要让我爱上 如果遇见你 为什么又要拆散我们 为什么我要姓朱 为什么呢 你感知 我薛家一家是怎么的灭不动 这么多年我就为了这一件事活着 那些曾经伤害过我 都会受到惩罚的 所以我们薛家的东西 我会一样的 一样都拿回来 二姑娘 既然来到了这花满楼 就没必要撞了吧 周先生如此霸当 怕是不妥吧 要想做这件事 也得看看先生 有没有魅力 看完主角要出场 我要为大家隆重地介绍 我的新婚妻子 我的一生至爱 林宝儿小姐 我说这一次 你还满意吗 你都宣称我是你的未婚妻了 我对你的事情感兴趣很正常了 其实我是想跟你做笔交易 既然要做我们朱家的儿媳妇 给我这个做婆婆的敬杯茶 也是应该的吧 这个茶杯啊 是朱家祖传的 别弄碎了 但朱某不知 林小姐是何时与我家犬子相识的 林宝儿 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规矩我懂 不过 这次我不是让你查消息 而是让你散消息 那帮我盯一个人 你交给我吧 帮你呗 林宝儿 找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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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警告你 你要是再敢动林宝儿一根手指头 我饶不了你 我想跟窦镇长做笔交易 我想要钱通的货运公司 逢年过节还会另有孝姐 咱们不是一条船上的人吗 要货运公司我可以给 那就要看林小姐 是否愿意和窦某 真的做同一条船了 想拉我入局 倒不如玩把大的 接下来 我要为大家隆重地介绍 我的新婚妻子 林宝儿小姐 没有决心 我怎么能拿得下朱先生呢 林小姐 为什么请进回 当然是我们灌文少爷 魅力无边 来人 欲罢客 认真你就输了 怎么办呢 林宝儿 我好像对你认真了 林宝儿 你现在怎么收到我 如果有一天 我伤害了你 你会怎么办 那我会和你一辈子 我承认 我利用你 可我也爱上你 我不管你是不是利用我 我承认到你 我爱你 这一切 又像十八年前的那道光 再次把我的世界照亮 那危险的诱惑 像漩落 我说这一次 你还满意吗 看一切被淹没 别添漠 看看那燎原星火 相信这一切都有因也有过 所有罪恶都不会轻易逃脱 生命令那狂风暴雨的庞陀 那会一呼啸而过 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 都会受到惩罚的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属于我们薛家的东西 我会一样 一样都拿回来的 得不到解脱 关于罪恶的轮廓 即使已经过去整整十八年 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它 怎么能骗你对错 看那熊熊的烈火 怎么办呢 林宝儿 我好像对你认真了 我承认 我利用了你 可我也爱上了你 我不管你是不是利用我 我只知道 我爱你 想拉我入局 倒不如玩板大的 接下来 我要为大家隆重地介绍 我的新婚妻子 林宝儿小姐 没有决心 我怎么能拿得下 朱先生呢 林小姐 为什么请进回来 当然是我们灌文少爷 魅力回边 那人 欲罢不能 认真你就输了 怎么办呢 林宝儿 我好像对你认真了 林宝儿 你现在怎么收到我了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 你会怎么办 那我会恨你一位子 我承认 我利用你 可我也爱上了你 我不管你是不是利用我 我承认得 我爱你 这一切 又像十八年前的那道光 再一次把我的世界照亮 我承认得 我承认得 我承认得